第一章生命的特性 一之一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是由有生命的个体 也就是生物 经由新陈代谢作用 新陈代谢作用是指生物体内的所有化学反应 它会和能量还有物局的转换分解合成有关 我们待会会介绍 所产生出各种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判断 一个现象是不是生命现象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现象是不是由有生命的个体表现出来的 第二个这个有生命的个体 是不是有因为要表现这个生命现象 而有新陈代谢的过程 好 那以下我们来介绍几个常见的生命现象 第一个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呢 它是指生物体内所有的化学反应 因为它是化学反应 因此它会牵扯到能量的转换 和物质的分解 合成 那我们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呢 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叫做合成作用 我们现在又叫它同化作用 那在这里呢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国中的时候有教过合成作用 也就是同化作用 它是两个小分子 两个以上的小分子相加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小分子 加上小分子 然后变成大分子的过程 叫做合成作用 好 那在这边呢 它常常会伴随着能量的消耗 也就是说 我如果要把小分子和小分子 合成大分子的话 我必须要额外提供给它能量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消耗能量的反应 比如说像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它的分子是这样子的 二氧化碳加水 合成葡萄糖加氧气加水 那二氧化碳和水就是小分子 合成葡萄糖 葡萄糖相对于前面的这两个物质来讲 是大分子 那谁提供给它需要的能量呢 就在这里 由太阳来提供 阳光的光能 这个光能在合成作用之后 会被转到葡萄糖里面 会被葡萄糖的化学间接锁起来 而转成化学能的形式 所以这整个过程 它是需要消耗光能的 好 这是合成作用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作用 刚好和合成作用相反 它叫做分解作用 我们也称它叫做异化作用 那我们说了它跟合成作用相反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是大分子 被分解成小分子 加小分子 好那我们最常见的体内的合成作用呢 就是呼吸作用 它会伴随着能量的产生 呼吸作用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产生能量 我们来看一下呼吸作用的方程式 呼吸作用是氧分 这就是大分子 加上氧气 会被分解成 二氧化碳 水 如果是蛋白质的话 还会产生含氮废物氨 二氧化碳水和氨都是小分子 然后它也会产生 可以提供给人类身体里面化学作用 所使用的能量 所以新陈代谢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同化 也就是合成作用 另一类是溢化 也就是分解作用 好 接着我们往下看 第二个生命现象 生长 生长通常会伴随着发育 这两个 因为通常是同时发生 所以有些同学就会搞混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所谓的生长是什么呢 生长主要指的是 个体的体积变大 个体的体积变大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细胞的数目变多 或者是可以是另一个细胞的体积变大 这两个都会使个体的总体积变大 因此都可以算是生长 那发育的话呢 它是细胞会发展出特殊的功能 这个过程叫做发育 比如说眼睛里面 有两种感光细胞 其中有一种叫做追撞细胞 它发展出感受光线的这个功能 是其他细胞没有的 所以这就是它自己的特殊功能 这样就算是发育的一种 那在生长和发育进行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它必须要让细胞的体积变多 细胞的数目变多 或者是细胞的体积变大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它正处于生长阶段的个体 它体内同化作用的速度 会比异化作用的速度来得快 也就是同化产生的物质比较多 而异化分解掉的物质比较少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种 第三种生命现象是感应与运动 我们来看一下感应的部分 感应是指生物对外界内在 这个地方要小心哦 通常如果我们讲到感应呢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只有外在环境会给刺激 但是其实你自己身体 有的时候也会给你自己刺激 比如说你突然想到什么好吃的食物 这个是在你大脑里面产生的一个想法 它就会刺激你的身体开始分泌唾液 你的身体就会因为内在的刺激而表现出反应 这样就可以算是感应 那以动物为例 动物因为有神经系统 也有内分泌系统 所以对于外界环境的刺激 或是内在的刺激 都可以由这两个系统来共同协调 做出反应 譬如说它可以是线体分泌激素 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说你紧张的话 你现在心里我们要考试了 你坐在考试的考卷的前面 你紧张的话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 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酵素 你只是想到一个食物 你的唾液就开始分泌 里面就含有淀粉酶 或者是做出相对应的运动 譬如说有人在追你 你拔腿就跑 这样子全部都可以算是动物的感应 那这些动作呢 也同时需要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 这两个系统 统合之后协调才能做出来 那除了动物以外 动物当然就没有问题 它可以快速的反应 可是植物并没有这两个系统 它也没有运动的构造 但是它对于外界的刺激 依旧也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譬如说我们可以对看到植物对光照 或者是对地心引力做出相性的反应 植物的精会有相光性 植物的精也会有背地性 它会对刺激做出生长方向不同的反应 那我们当然现在已经知道 那是因为刺激会造成它的生长激素分布不均匀 因此它生长的方向会不同 好再来一个呢 是轻性 轻性和相性不同 轻性的部分 它和细胞里的膨压 也就是细胞里水分的多寡 有关系 好当水分多的时候 细胞充满水 它膨胀就可以把附近的组织撑起来 当细胞缺水的时候 没有办法撑住组织 可能就会造成叶子下垂的现象 因此豆科植物晚上会睡眠运动 寒羞草在经过碰触以后会合起来的触发运动 都是属于轻性 还有一种是对光会做出反应的 这种东西叫做光敏素 它可以去调控植物什么时候开花 什么时候不开花 还有调控其他的 像是植物的种子 什么时候可以萌芽 这样子的调控 所以植物其实也可以借由各种方式 对于外在的刺激 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现象 是生殖 生殖大概是最重要的生命现象之一 因为它表示生物可以攜带的基因 它可以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是这个生物体死掉 那么它产生的新个体 也可以将遗传物质延续下去 那生殖 同学一定知道 可以分为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两种 那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到底要怎么分呢 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同学会讲各式各样的说法 常常听到的就是 有性生殖会有减速分裂 无性生殖不会有 那提醒大家小心一件事情 我们只能依有没有受精作用来判断 它是有性生殖还是无性生殖 而无法用有没有减速分裂来判断 因为有一些无性生殖 它会经过减速分裂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有性生殖的部分 有性生殖就是指有受精作用的过程 这样子的生殖行为 称为有性生殖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在有性生殖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 会有一个精子 一个卵 各带一半的遗传物质 结合成瘦精卵 那这个瘦精卵呢 就可以长成发育成一个新的个体 那当然 这样子有好处也有坏处 有性生殖的话 爸爸妈妈各只给了孩子一半的遗传物质 也就是说孩子只带有父母的一半遗传物质 那这个好处是 虽然我只留了一半的遗传物质给我的孩子 但是因为和另一半的遗传物质重新组合之后 它的组合会比较多样 那有可能在环境出现变动的时候 它有可能发展出清败所没有的适应能力 那有性生殖的缺点呢 是在于有性生殖 它要经过受精作用 精子卵子要配对 所以它花的时间会比无性生殖来的长一点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处于一个营养很充足 不用担心说环境会有任何变动的环境 可以进行有性生殖 也可以进行无性生殖的生物个体 很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压力 它会选择无性生殖 可以更快的繁殖很多个个体 然后占据所需要的资源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无性生殖的部分 无性生殖当然就是没有受精作用 清代呢 经过有丝分裂 原核生物的话呢 因为不会形成仿锤丝 它也只有一个环状的DNA 所以原核生物的叫做二分分裂 就一分为二的意思 就可以产生新的个体了 那如果说没有突变发生的话呢 子代和清代的遗传物质 就会完全相同 这边是完全相同 有性生殖的话是只有一半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边有特别强调一件事 是无突变发生 那无突变发生 其实在自然界中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突变发生的几率大概是十万次 细胞分裂会有一次会有突变发生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见的 这个几率其实也不是太小 如果说它是像戏剧进行分裂生殖 分裂生殖的意思就是 只经过细胞分裂 也就是有时分裂或者是二分分裂 就可以产生新个体的 那就叫做分裂生殖 那如果像是这种分裂生殖 原核生物的分裂生殖速度非常的快 像大肠杆菌 它大约是半个小时就分裂一次 所以它一天呢 可以总共分裂二的四十八次 二的四十八次方次 那你就可以想见 二的四十八次方次 里面一定会有突变的个体 所以突变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发生的 好那我们再看完原核生物和单细胞生物 其实都是单细胞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要经由细胞分裂一次就变成两个个体 当然就是表示它原来就是单细胞的 好那我们看完这个分裂生殖以后呢 我们要来看一个容易搞混的 叫做断裂生殖 断裂生殖和分裂生殖 因为名字看起来很像 所以有些同学会搞错 那就让我再强调一次 分裂是指细胞分裂 我细胞分裂一次就可以产生新个体 所以表示这个个体本来就是单细胞的 而断裂生殖呢 不太一样哦 断裂生殖是个体呢 它会断裂成两个或多个片段 好就表示说 诶 它本来是可以 这几个片段组合在一起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因此你看这样子的说法 它断裂成片段 就表示它本来应该是多细胞的生物 好那这些片段呢 又可以各自发展成新的个体 所以它就可以从一只 可能可以变成很多只 好譬如说像蜗虫 蚯蚓和海星 它断裂之后呢 每一个断裂的片段 只要它有充 只要它有足够的器官 足够的细胞 它都有可能会长出一个新的个体来 那在这里断裂身子 有一个大家容易搞错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地虎呢 有的时候会因为危险 会把尾巴自己截断 截断之后 它截断的地方 会长出一条新的尾巴 但是不会再长出脊椎了 可是呢 它断裂的尾巴 只是用来欺敌 让敌人以为那个尾巴 是一个个体 然后敌人就会去吃那个尾巴 而不会来追它 所以它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敌人就是 不会攻击它 可是这个被它截断的尾巴 不会再长出一只新的壁虎了 它就是一个断尾而已 因此它断尾前和断尾后 都只有一只 个体数没有增加 所以我们不会算它是断裂生殖 这个就是直接去断尾求生而已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 无性生殖 第三种无性生殖 是出芽生殖 出芽生殖呢 是个体上会突出一个小芽体 这个小芽体会慢慢长大 长到可以独立生存的时候呢 就会脱离母体 而成为一个新个体 这种利用出芽生殖来繁殖的生物 不是只有单细胞的 单细胞和多细胞都有出芽生殖的种类 以单细胞为例 课本上面举的例子是酵母菌 它是单细胞的真菌 它会在体侧长出一个小芽体 那这个芽体里面的DNA呢 会跟这个原来的酵母菌一模一样 因为它就是只有进行细胞分裂 然后把这个酵母菌的DNA细胞分裂的一份 送到小芽体里面 那这小芽体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细胞分裂不一样 它会是一个大的酵母菌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突起 很像是酵母菌上突起了一个小小的包 然后等到这个小小的包呢 里面发育成熟 细胞核 还有它的一些包气 全部都具有足够了 它可以直接从外界 想办法去摄取到养分的时候 它就会脱离原来这个大的酵母菌 然后再来多细胞生物的 也是比较原始的动物 像水席 它也可以利用出芽生殖 就在体侧的地方 长出一个小芽体 慢慢这个小芽体 就会开始长出触手 形成消化腔 慢慢的它就可以自己去补食 可以过滤 这个时候呢 水席的新的小芽体 它就会离开母体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包子繁菌 包子繁菌呢 它是以包子作为繁衍后代的主要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真菌界的生物 它通通都是会有包子的 像是 然后再来菌物界里面呢 像是显台 还有绝类 这两个也是以包子作为主要的繁殖方式 接着这两个呢 就是植物特有的 这是植物才有的 我帮你写下来 这两种方式是植物特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呢 叫做营养器官繁殖 营养器官繁殖 就是指植物的根 金 叶 这三个是植物的营养器官 从这三个部分 来繁殖出完整的个体 譬如说 地瓜 它的金可以做监插 像是地瓜叶 如果你有吃过妈妈煮的地瓜叶 它原来的样子 其实就是地瓜的金 和地瓜的叶 那如果说我在金上面留一片叶子 就把它插到图里面去 然后定时的浇水 它就可以再长出新的地瓜 甚至可以长出底下的快根 所以它其实就是光是用千叶的方式就可以繁殖 那地瓜的快根当然也可以繁殖 地瓜的快根如果泡在水里 它就会开始长出不定根 慢慢的上面也会长出叶子 久了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新个体 还有马铃薯的快筋 马铃薯的快筋 它也可以从牙眼的部分 长出新个体 草莓的匍匐精 也可以在适当的距离 再长出一个新的个体 除此之外 植物还可以用组织培养 组织培养的意思就是取部分的组织 那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什么叫做部分的组织 请你回忆一下 国中有教过 组织其实就是指一群 构造或者是功能 很相近的一些细胞 所以取部分组织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你可以从植物个体的任何一个地方 取一小团细胞 然后呢 放到培养基里面去 我们在培养基里面添加适当的养分 加入适当的激素 就可以培养成完整的个体 好 在这一节的最后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 有性生殖的部分 它有受精作用 无性生殖没有 精重组呢 有性生殖是有的 无性生殖没有 可是它可能会有产生突变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有变化 繁殖的速度呢 有性生殖比较慢 无性生殖快 因此 在无性生殖的部分 它如果是环境 很适合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采用无性生殖 那但是当环境出现压力的时候 因为有性生殖它的精组合 它有重组过 所以它的适应力会比较多样 所以当环境出现有压力 有生存变化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用有性生殖的方式 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产生 具有适应环境能力的个体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一之一的题目 一之一的题目 第一题 生命现象有其特征 下列合者未被归为生命现象的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 A是生物体的运动 B是一种生物间的讯息沟通 C产生与本身构造相似的后代 Z生物体内物质的合成或分解 E生物体体积的增大 体内物质或细胞的增加 好 在这一题呢 答案我们会选B 一种生物间讯息的沟通 它并未被归内为生命现象 它也不是生物体所一定需要的能力 比如说 我不会需要 我是人类 不会需要去跟狗狗做意见的沟通 好 就是我不会因为不能进行这样的活动 而没有办法延续我的生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的几个呢 其实都是常见的生命现象 像是A 它是运动 所以它是属于感应和运动 C呢 它是产生与本身构造相似的 有后代 有后代 因此是属于生殖 猪的话呢 它有合成或分解 所以它是属于新陈代谢 那一的部分 它有体积的增大 体积的增大 体内物质或细胞的增加 因此它是属于生殖 因此它是属于生殖 但是它是属于生殖 推过